你好,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午餐有的会员们,大家晚安 那么,讲个实在话了 生意难做,也没几个会员 两三个礼拜都没有赚到一块钱 心里很不舒服,也不舒适 我从小到大不怕任何人的 因为我在任何地方的表现 什么样的人,我跟情侍系统关系都也非常好 我还没怕过任何人 有些人傻傻呆呆,我只是个人喜欢请客 大家吃个饭聊个天而已 我也并不是有钱人 我是个低收入户 这些人头壳都坏掉了 以为我们是很好欺负的人 告诉你啊,我只有过年过节三节请客吃饭 其他一概不请 因为我平常我自己都没钱吃饭,我还给你吃饭 那么台北美食啊 社长晚餐 社长买一个素菜便当七十块 你看一个素菜便当也要七十块钱 雀子,黄瓜,红萝卜 还有香菇 这个是四个,四个方面的五个菜 五个素菜七十块 还算便宜的了 那么我晚上都是吃素 晚上都吃素 明天呢,要去展览馆 去看展览